澳洲网球公开赛 我国选手今天集中在双打出赛 那么来看到是我国一剪谢时薇 搭配新的搭档起开得胜了 那至于张浩琴呢 虽然是第八种子 卧车在第一轮就遭到淘汰 首先是女双的二号种子 谢时薇 搭档是英读全新组合 Sania Mirza 结果他们只花了48分钟 就以6比2 6比0 轻松击败对手停进第二轮 好不过呢 大会第八种子 张浩琴和他的搭档 就没有这么好运了 他们奉上地主选手 Samantha Stolzer在内的跨国联军 不幸是以3比6 2比6连丢了两局 在首轮就遭到了淘汰 那么至于男生的赛场上 我国一哥卢彦勋和塞尔维亚搭档 虽然苦战了三盘 打了将近两个小时 最终还是不敌对手 卢彦勋也结束了 本届奥网的所有赛程